飞机发动机所产生的吸力 足够将一个人直接吸走 并且能够瞬间将其绞碎 要知道17级台风的风速也就60米每秒 而飞机发动机产生的风速却达到了300米每秒 现如今能自主研发与制造这种发动机的 除了我国之外也就屈之可数的几个国家 因为就这么一个发动机 就要用到几十万个零件 花费掉你的两辆劳斯莱斯 首先工人会用沙袋 围绕着曲轴上的轴承进行精细的打过 这是十分严格的 误差不能超过0.001 确认无误之后就能将活塞装到驱轴之上 活塞将为之后重要的动力装置 紧接着工人会在驱轴箱边沿涂好粘合剂 并用细丝来确定垫片的大小与形状 这将决定之后发动机会不会漏油的关键 将突轮轴放好并涂满用垃圾之后 工人就会将之前做好的活塞组件也装进驱轴箱之中 此时就能将两边的驱轴箱对齐安装 同样的驱轴箱的齿轮等附件箱 工人也会用到密封圈来让附件箱密封起来 之后工人还会为发动机装上油箱 而活塞也会被装上连接杆 连接好了后就能为活塞装上气缸 将它们全部用螺丝布定起来之后 工人还需对发动机进行清洗 同时喷上陶瓷漆防止发动机生锈 最后再为其装上活花塞的组件 就能将各个部件的连接管道安装起来 最后装上准备好的扇液 小型的四缸发动机也就制作完成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